你这么久不谈恋爱是不是在等我呀 哎小妹怎么了怎么一脸惆怅的 我今天收到假钱了 啊 我今天收到一百块假钱了 你不是认识钱吗 怎么会收到一百块假钱呢 我今天去镇上 卖弄产品 当时生意特别好 人特别多 很多人都想要 有一个阿姨着急忙慌的 说要去医院 就给了我一百块钱 我找了她一些钱 后面刚刚我回来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 商店的老板说 那一百块钱是假的 那你找了她多少钱啊 我我找了她八十六块 八十六块那你今天所有赚的都富之洞流了 那你怎么没有去找她呢 我想那个阿姨应该也有她的难处 哎呀小妹你真的是你看你自己都过得很不如意了 你还一直考虑别人 还一直想着别人 你怎么这么好呀 那那张假钱呢 那张假钱 被我撕了 被你撕了 嗯 那小美 你没有想过把这张假钱继续用下去吗 没有 我都受过一次当了 我怎么可能再让第二个人受伤 我就撕了 对小美 我也应该向你学习一下你这种精神 真的是己所不义务实于人 你真的太善良了 没事 咱们越努力越会幸运的啊 但是 我一直觉得我的运气都不好 哪里呀 哪里运气不好呀 咱们越努力越幸运 有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 破财免灾 对不对 你看你那么善良 又那么勤劳 总有一天都会熬出头的啊 真的吗 小虎哥 真的 我又不会骗人 是不是 我相信你 现在这样慢慢的努力 慢慢的进步 我相信你总有一天 会达到巅峰 走到山顶 肯定会有那种一览中小山小啊 那些 对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啊 别那么愁眉苦脸的了啊 像个苦瓜一样 好不好 好 那你跟我一起回家吧 我给你做饭吃 嗯 行 来笑一个 走吧 走吧 小美 嗯 我吃好了 你吃好了 对 是不是这些放菜不合你胃口啊 小虎哥 没有没有 哪里不合胃口啊 我又不挑食的 你做的都好吃 我 我本来想着 今天给妹妹买点好吃的 再买点肉回来 再买点肉回来 但是 遇到那样子的事情 就没办法 要不你再吃一点土豆 这个土豆也挺好吃的 我都吃好了 我都吃好了 小美遇到这种事情呢 没事的 咱们掌握个教训 吸取经验 知道吗 而且在生活当中 咱们总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挑战和这样的困难 那些都只是暂时的 而且你看你现在慢慢的生意也做起来了 肯定是太忙了 生意太好了 所以才没有顾及那么多 对不对 而且很多哥哥阿姨叔叔姐姐们都那么的支持你 都那么的帮助你 对不对 没事的 但是 你一直觉得 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和一时的困难 所以灰头涂念的 垂头丧气的 对不对 而且每一次的成长和经历 这些都是机会让你慢慢的成长起来 对不对 而且哥哥阿姨叔叔姐姐们 都看见你的坚持 还有你的努力 你是值得被肯定的 知道吗 而且你的潜力还无限 等着你自己慢慢去挖掘呢 是不是 小虎哥 我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多吗 那是肯定的呀 但是归根结底 我这一切的改变是因为一个人 如果没有遇到他 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也不会有这么多家人认识我 我真的很感谢那个人对我的帮助 谁呀 可以跟我说说吗 啊 这个你不知道吗 你又不说名字 我又不知道他是谁 对不对 嗯 哎呀 这个 小美你笑起来真美丽 嗯 但不仅仅是外表的美丽哦 更是你心灵和性格上的美丽 你看 你笑起来 我感觉 点亮了整个世界了 对不对 哪有你说的那么 而且你的温柔和你的善良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 所以说我希望你阳光一点 开冷一点 不要垂头丧气的啊 好 小虎哥 以后再遇到出折 我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子 垂头丧气了 你放心 哎 对 哦 对了 嗯 我这几天好像上火了 上火了吗 对 嘴巴上长了个泡 你还有没有上次泡给我喝的那种啊 有啊 我你等我一下 我去跟你来啊 也行 好 哦 小美 嗯 我的都喝完了 喝完了 对 要不小虎哥 我再拿过去给你续一杯 不要了 不要了 我吃饭吃得太饱了 然后喝不下去了 嗯 那也行 嗯 哎呦 这个浓浓的花香味 真的花蜜蜜香味太足了 好喝吧 这个 对 好喝 到时候 你 多早一点 我给我同事啊 朋友啊 带一点过去 让他们买一点 好吧 好 没问题 那我 这两天就多找一点 嗯 行 给你准备好 好 那小虎哥 你自己在这儿坐一会儿 我先去帮我的猪位了 他一直在那儿叫 哎 行 好 那你先去吧 我在这里坐一下 看过了窗 醒了灯 闭了眼 什么车 走掉 看不见 听不着 想不成 摸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 共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老 爱怎么能 消失掉 优优独播 Hum. 优优独播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